各位好,這次居然他其實是在我們交互便房的護理生 他在交互便房其實已經認知30年了 因為一個疾病的關係,所以他曾經入住交互便房過 他曾經受過整個完全不清醒的狀況 他也回頭到自身者來的護理器廠 他也更能夠了解到我們交互便房除了要有精準的照顧 我們還要很軟心的服務 這樣子才能夠做 會到我們自身熱愛的護理工作職場 然後才會對護理有負擔的熱心的東西 對 那不如我們介紹一下我們經理這個交互便房的所謂的科技 在指數做的精準交互做分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模式 其實裡面其實有包括精準服務 裡面有包括無性能量的去世間是檢視系統 那還有心臟的照顧 裡面也包括他的護角系統啊 還有一些可經的服務,這是也都有的 那裡面還有一些科技的結合 一根藍科大結合這樣子 對,那跟傳統我們一般認識的加奧菲環 這些科技服務在我們的醫療商務上 會有什麼樣力多的力? 那其實如果是有這些補助的話 其實我們省區了很多的老物的公司 讓會員們做更專業的事情 對,當時的很急劇的疾病 然後在雙面交互病房的時候其實有點擔心很害怕 但是因為我知道自己的交互部長裡面有很多精準的醫療 其實可以對疾病做一些即時的處理 那有一些視訊軟體的部分 也可以讓我們的家屬安心 所以其實在那過程中 雖然你擔心很害怕 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安心的 那屬性的是在一個月後 就是能夠順利的職業環境 那兩年來了 疫情到現在已經快要兩年 已經兩年多了 最近這一個月更緊張 我想大家應該都有這樣的感受 那今天非常謝謝各位記者朋友 我們多時間到這裡來 聽我們分享 比這麼緊張的疫情當中 一些比較暖心的事情 其實在整個疫情這麼爆炸的時候 其實不只病人 社區民眾很緊張 我們的醫療團隊壓力也是很大 所以從疫情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在不斷的思考 怎麼讓我們的工作人員團隊 照顧好病人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精準的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說 隨著指揮中心每天都在說 我們也知道這個時候 交給別人不可以訪客 不可以訪客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做到 讓家屬可以安心 雖然他沒有辦法 天天來看到病人 但是他的心是溫暖 這就一直在我們團隊 在思考著這兩個面向的問題 那今天非常謝謝記者朋友們 來聽這個溫暖的議題 那我們的團隊呢 也整理了我們這一段時間裡面 要做到讓病人暖心 讓我們的人員精實的一些努力 那再麻煩各位 各位記者朋友們 在這一個很緊張的時候 多多把這個溫暖的社營業 行銷給我們社會大眾 到大家在疫情很緊張的時候 可以看到溫暖的事情 那再拜託各位幫忙 好 私立交互病房 我覺得很榮幸 也很幸運 今天還能夠站在這裡 跟大家做一點分享 那我本人在 急重症交互病房的領域 快要30年 陪水病人跟病人家屬 走過很多急重症的急劇變化 那也維著他們走過很多生死的關頭 當我自己轉換成一個 交互病房病人的身份時 其實老實說 雖我對急重症領域算很了解 但是在那一刻 我曾經其實也很不安焦慮 甚至其實也有想過 是不是我的眼睛閉上 就在眼睛不過來了 但是另外一個聲音 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在的一個交互病房團隊 除了有很專業的醫護團隊 在幫忙我 另外我們有很精準的一些醫療設備 其實可以處理我很多很 最及時的狀況 然後在訪新的部分 在視訊的一個互動平台中 讓我的家人可以很清楚的 瞭解我每天的一個疾病的變化 交互病房醫師也很清楚的 做了一個病情的解釋 甚至透過一個視訊的平台 其實我的家人在遠端為我家 有打氣讓我們彼此都安心放心 也能夠讓我知道他們可以很放心的 處理我家中放不下的一些事情 那在交互病房收藏不長 快一個月時間其實大家也很擔心 雙倍的一些核併症的發生 所以在智慧床電的醫療的 使用下其實不僅沒有任何的核併症產生 甚至因為床電的使用 其實減少了很多人工 人工半身上面的一些時間感染 提供了我多了一點的休息 跟足夠的睡眠 那也可能比較加速我康復的這樣子的一個時機 那這個月很多的興起 那真的很感謝在所處的一個家務病房中 這一些所有的設備 所有的資訊話的一個發明 讓我可以度過了這一次很危險的一個疾病的過程 在這個機會其實出院快一年 那一直沒有機會好好跟我的伙伴們說一聲謝謝 那這個過程我知道你們都很焦慮 然後真的藉著這個機會跟我的長官 還有這些交互病房為我加油打氣的伙伴們 所以神謝謝 那也很開心我能夠用這病人的身份 再回到交互病房更貼近病人的角色 然後可以跟他們所有一些經驗分享 可以減少他們一些焦慮 也讓他們安心的在我們所有的交互病房中 能夠順利的度過疾病這樣子 那以上是我的軟軟的經驗分享 那也希望在疫情這樣子的狀況下 讓大家都能夠平安健康 是在心肌梗塞的學習我們是希望會舒服的 那在疫情下我們也會希望說我們盡量鎖短我們的教育訓練的時間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有發展了一個針對極性性極梗塞還是極破性的 讓學員可以快速的去學習這樣子 那我們透過就是光跟電的一個學習的概念 然後讓學員可以快速學習 所以當假設我們今天有兩個學習方式 第一個我可以透過心電圖的學習 然後讓學員去預測 這樣子的一個心電圖他會受死你的血管 可能拿幾個那或者是我把心電圖蓋起來 我就是透過一個亮燈的方式 讓他知道說這樣子的亮燈方式受損的血管是哪幾個 這樣子所以我們其實大概會顯現出的就是一些 心臟主要常見的就是左邊有兩條然後右邊有一條這樣子 那他對應受損的肌肉那以這邊來講的話 他受損的其實就是右邊的觀衝動脈 所以他在心電圖上面 右邊這邊 那所以他在心電圖上面 就會很明顯看到第二個導層第三個導層 然後還有AVF的導層 ST段是上升的 對那一樣就是以子類推說 假設今天透過這樣的一個學習的時候 這邊就會看得到說 比如我們的左邊的左迴旋支其實在於四五就是這些都會有那個ST段上升的問題 那因為左邊的話有時候他的受損不會單純一個左迴旋支 有時候他可能會影響到左邊的冠狀動脈 所以其實每個血管跟肌肉上面其實是會有一點點的一些密不可分 所以他可能會有一些相互的影響 比較沒有辦法抓到很精準說單純只傷害到一條血管 如果我們的那個影片然後讓病人可以快速的去學習 就是他的一些心臟科的一些日常生活帳戶 我們會去製作影片然後製作影片之後 搭配我們的護理人員的配樂 不是配樂那個聲音 然後告訴他說他在家裡怎麼去快速的學習他的一些心臟 心肌梗塞的帳戶疾病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也可以用我們的醫院開發的系統去跟家屬做視訊 所以假設說今天家屬打電話來他需要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辦法會客 所以他只能透過視訊的方式來看他的家人或者是跟他對話的話 其實我們醫院也有開發一個就是還蠻好用的app系統 然後我們只要輸入病人的那個資料 然後就可以跟他做視訊 就是當我輸入電話的時候然後我做啟動視訊的部分 他就會連結到我們的手機系統 請問我現場操作嗎 需要嗎 點了他會有什麼 他會 打給那個手機就對了 是的 可以播我們的其中一個學界怎麼播 這裡 對 所以他點了他的那個平板本身就有訊號就對了 對 然後他就會傳訊息給家屬 然後我只要按連結 然後連結完之後呢 我就是統一這樣的一個系統操作的時候 他就可以現場 他就可以現場跟我們去跟病人去做一個互動這樣子 他就可以現場跟我們去跟病人去做一個互動這樣子 那這是在視訊的部分 假設醫師必須要做到視訊 即使病情要錄影的話 他同時也有不同的功能 我們的家屬安定的心情點 讓病人看出看得到家屬 會不會覺得準備隔離管在家屬裡面 然後剪片狀況怎麼樣 這個都是家屬很擔心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會用一個看板 讓他一進來就可以看到這些訊息 然後之後如果有其他問題 也會再去關心我們的家屬這樣子 那因為在現在沒有辦法來探視的時候 在視訊的時候其實我們也會先拍這樣的影片 就是先把視訊頭轉到這邊 讓他們先稍微看一下目前家人的狀況 然後之後我們會協助說 在遠方家屬沒有辦法在探視的時候 我們會叫病人 然後讓家屬知道說病人現在是對他有反應的 然後會協助他們一些問題這樣 那我們知道就是像在交病 然後需要就是每兩個小時 就要去監測我們所謂的輸出跟輸入這一部分 所以我們就會把像是這個是在監測 我們在輸入像會掛在點滴部分 或者是說這是我們是在尿管的一些外型部分 可以去做一個加厚的動作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像隔離的病人 你必須要穿透隔離這一部分 那另外就是一些感染 所以的話我們就會在尿管 我們所謂的尿袋的上面 我們會放一個磅 那這個它的儀器部分其實是很輕巧 一點像是電腦完全 那第二就是它的反應非常的簡單 然後進入Wi-Fi部分 它就會直接拋轉到我們的系統裡面去 那它的精準度其實在實驗室都已經做過了 其實是正過零左右 那其實在這一塊我們有去實際在檢查上面 實證的一個額計算過 其實在一個精準度上面是幾家 第二部分就是在於不理的一個額操作面上面 以及就是像是在於就是感染 還有就是尿道或被移 就是像是在我們的像是F19的一個 疫情之下 我們需要去做一些所謂的就是要穿透隔離衣 那時間上面其實都會所發生很多 以上是這個樣子